民眾集結遊行一同呼喊口號 要總統馬英九出來道歉 由於馬英九總統即將在20日連任就職 但大選過後 三個月的時間內一連串郵電雙掌 隱匿情流感疫情 開放瘦肉精牛肉進口引發民怨 民進黨與民間社團發起了 立即拍櫃 總統踹共519遊行活動 不為風雨阻撓 就是要要求馬英九向人民道歉 原住民族人也在這個時候發聲 不僅原住民自治法跳票 連原住民基本的環窩土地問題 仍沒有解決 認為馬英九政府對原住民人權的不重視 四月公布的第一份國家人權報告書裡頭 對於原住民人權這個部分 琢磨得也非常少 也非常少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它對於原住民族權利 不是非常的重視 另外民進黨原住民族事務部主任一將把洛爾也針對馬英九對於原住民失業率的改善 釋出的就業缺額都是短期就業 根本不是解決原住民勞工失業率的方法 他這個失業率剩下還高達5.27這個失業率 大家不要忘記很多是用所謂的短期就業 來解決原住民的這個就業問題 就是講了八百壯士 一個月一天八百塊錢 然後做六個月又失業了 這部分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原住民的這個困境 有民眾認為選舉前 馬英九總統的改革口號都成了空談 從武渡深刻後卻剝奪了原住民鄉自治權利 鄉長變成了區長卻沒有人事權與裁員 讓許多區內的執行政策困難 是就是這一天原住民族人也跟著遊行抗議 就是希望總統馬英九不要忘記對原住民的承諾 接著怎麼這麼麻藥 台北市採訪報導